股团,我是团长 上一节课呢,我们讲了定向增发背后的实质管理套路 定向增发获利方式分析 第三节,定向方案公布后实施前的这个护盘行为 这一节课呢,我们来讲最后一节 定增解禁系列的股价行为 也就是定向增发 那些参与定增的资金解禁了 他们要减持了 那么这个阶段呢 股价的波动,我们如何去把握其中的投资机会 和识别其中的风险 一般呢,在定增实施前 大股东往往会给予参与者保底承诺 一般呢,都会承诺稳赚百分之二十以上 因此呢,当这些参与者开始进入解禁期时 大股东就要兑现他之前的承诺 将股价拉高让他们出逃 解禁期一般是指解禁前六个月到解禁期后六个月 这个阶段往往是大股东积极拉抬股价的时期 具体每家公司什么时候拉 没有必然的规律 大部分案例呢,都是集中在上述时期 要解禁前了六个月和解禁后六个月 解禁后嘛,为了帮助他们减持 拉升股价 这段时间呢,往往是股价涨幅最大的时期 有的股票呢,甚至会在短短六个月内翻倍 非常值得我们去参与 那我们下面呢,将给出一些指标 投资行动呢,应当在解禁前六个月就开始准备 而不能等到解禁期才开始 因为往往很多股票要在解禁前呢 它会出现拉抬 但我们很多投资者都疑惑 就是说,下面要解禁了呀 对吧,有巨大的抛压,要赶紧跑呀 那你有没有想过 它要解禁,肯定要去拉升呀 对吧,如果它不赚钱 甚至都是低迫定增价的 那你说这难道不是投资机会吗 但是很多人往往只看到风险 他没有看到机会 这在最近的一些案例中呢,有表现 团长在最近有一个股票 就有人来问我 它有解禁呀,对吧,不敢买 事实上上周五也出现了涨停 这个,了解这一点的粉丝 可能知道是什么股票 那我们来言归正传 有哪些指标呢 第一个就是当前股价 是否高于定增价30%以上 假如当前股价已经远远高出当初的定增价 那就意味着大股东不需要互盘 那么参与价值就大大下降 对吧,因为股价已经超过定增价很多了 那些定增的资金收益已经很高 那么拉不拉其实无所谓 假如当前股价低于30%以下呢 那么大股东一般都需要把股价拉高 当前股价离定增承诺收益的差距越大 这个参与的价值就越高 也就是定增的获利的资金 他们获利的越少 那参与的价值就越大 这是第一个指标 第二个指标 有没有影响力较大的人物被套 什么是影响力较大的人物呢 包括什么著名的资本大鳄 著名的P,牛伞,创业的小伙伴 公司的高层亲属等 前面几种类型呢 我们前面讲过不再累赘 我们只是简单的说下后面两种 创业小伙伴指的是跟随老板一起 打下江山的工程 假如他们参与了定增 那老板往往会让他们赚钱离开 例如一些高管会在外面成立一家公司 然后参与定增 又例如某人曾经和老板 合作经营过几家公司 之后再没合作 现在又突然参与定增 公司高层亲属就更容易理解了 有这些人员参与 上市公司老板会尽力拉高补价 这个说到底呢 相当于一个利益的这个输送吧 是吧 都你最亲密的人 你肯定不会让他们亏钱 这是第二个指标 第三个指标 影响力较大人物的持股比例是多少 跟第二条呢 有相似性 对他做一个补充而已 就单个投资者持股比例要超过总股本1% 几个类型相似的投资者 持股总数量不能低于5% 低于上述要求 大股东网没有动力掩护他们出逃 具体分类呢 是创业小伙伴不能低于1% 高层亲属 加起来不能低于5% 假如是机构 不能低于5% 与一致行动能合起来超过5%即可 也就是你要持股很多 你要持股一点点 但其实也无所谓 正是因为你持股多了 那上市公司的 大股东肯定要想 是吧 你让你亏很多出来 肯定不合适 第四点呢 就是当前市场处于哪个阶段 处于牛市和猴市 大股东欧望很容易就能拉高 让几个出逃 但是如果处于单边的熊市 那么大股东欧望只能等待市场 环境变好才拉升 遇到这种情况 大股东会让定增参与者 先不要去卖 等多等多等一段时间再抛 因此股价不一定会涨 但如果对方是得不起的厉害人物 并且要急于套现 那么大股东会通过大宗交易平台 借过他们的货 而不会通过直接拉升 二级市场股价让他们逃离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到 有没有大宗交易 然后再看大宗交易的成本是多少 有些PE机构就属于这种 由于他们手中项目非常多 需要马上挪用资金参与其他项目 一解禁就要走 有些时候甚至还没有解禁 就急于把股钱转让给其他人 由其他人来继承锁定起 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地方 第一个指标 解禁前大股东也没有 增持或者发布利好 有的时候为了配合解禁出逃 大股东会在解禁前释放利好 有几类利好消息 要忠视 一个是大股东要增持 第二个前期股东密集减持 但进入解禁期后 高管突然不减持了 宣布定征预案 对吧 业务来信的定征 掩护前一批定征 那么业绩大幅超预期 收购公司 以下行为是不好的现象 我们要注意一下 捷径期内的大股东也减持 捷径期内出现大量大众交易 而且说折价交易 捷径期内高管也在减持 就全在减持 那这个肯定 大家都可以放弃了 但一旦是出现上面 这全不利好 那这个护盘呢 迹象就很明显了 第六个 有影响力机构 过往历史运作怎么样 这个问题呢 没有明确的标准 因为各家公司 所木头的项目 五花八门 处于不同的行业 很难用统一的标准 来衡量一个项目 是否有想象空间 需要对该行业相当熟悉 才能了解 上市公司 所木头的项目的前景 到底如何 普通投资呢 由于行业背景 知识缺乏 完全靠自己 分析项目的可行性 和盈利性 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呢 可以直接参考 券商的研究报告 或听听业内的 专业人士分析 来进行判断 也就是这些影响力的机构 他们曾经参与 订争那些项目 最后退出的时候 收益如何 因为订争订争 很多时候订争 都是去收购优质的资产 如果收支了很牛的资产 其实 最后他们的股价 都会出现很大的上涨 是吧 所以呢 就要看这些 参与订争的机构 我们都知道比较牛的 什么高领资本 对吧 天堂硅谷 好多资本大佬 什么中植系 他们这些 有超强的资本运作能力的 公司参与的一些股票 其实呢 往往呢 有比较好的 这个 获利空间吧 那么以上呢 就是六个 这种情况 供大家去参考 在股价要接近解禁期的时候 我们应该如何去 看他们启动的投资机会和风险 上面讲完了呢 也就是我们本系列的 关于定向蒸发 这个系列的课程 基本就要结束了 我们总结一下呀 大家看到下面的流程图 定向蒸发个股选择流程图 我们要 先看牛市还是正当市 对吧 溢价低于30% 重要人物持股比例高 有重要人物背套 机构历史表现极佳 竭金钱释放利好 市值小事 民企 好股票 要高度关注 也就是把这几点 它如果满足更多 很多个条件 基本上 这股票就可以做了 以上呢 就是对定向蒸发事件中 获利激活的全部分析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 上述分析只是提供一种思考方法 不是百事不爽的定律 实际的投资中还需要更多的分析 澳大利市场呢 变化速度很快 影响股价变动临数很多 任何分析呢 都无法避免风险 所以我们要冷静对待投资 但是做定征 这个套利呢 尤其是碰到一些 比较有实力的机构 那么 在其中 蕴藏的投资机构 是非常大的 而且也是非常确定的 对吧 这是投资的一个 确定性的机会 比我们看技术啊 看其他 要强很多 好 本系列视频呢 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关注 好股团 我是团长 我们